欢迎收看 我们的毕色饭第39期中文直播节目 我是主持人孔庆卫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Facebook还有Instagram 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我们依照惯例再来给大家 简单的讲解一下我们游戏的节目的规则 每次在节目中大家会有9道题 每道题大家都会有10秒钟的时间来回答这道题 我们还会免费赠送给大家4张道具卡 这4张道具卡将会有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道具卡 可以帮大家直接从4个选项中剔除掉两个错误答案 第二种类型道具卡是可以让题的分数乘以3倍 第三种类型道具卡是可以让题的分数乘以5倍 而且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提一下的是 从今天开始以后的每期节目 大家在每一道题中只可以使用一张道具卡 不像之前那样可以使用两张 从今天而且以后的节目 以后的节目都是大家只可以使用一张道具卡 我们接着马上就要开始答题了 大家跟我一起倒数 3 2 1 请听第一题 下列哪一个选项不是中国的自治区 1 黑龙江 2 内蒙古 3 广西 4 西藏 我们之前说咱们国家一共有5个自治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不要紧 因为我之后会给大家一一的讲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给出的这4个选项中究竟哪一个不是我们的自治区呢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 是黑龙江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我们一共有5个自治区 这5个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还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自治区呢 他们会在自己的地方啊 建立一些相应的自治机关 然后行使他们的自治权利 然后管理他们自己本民族内部的事物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会有多少人答对 这道题一共有25%的人答对 说到黑龙江呢 黑龙江是我的家乡 而且黑龙江这个名字呢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传说 在这里呢 今天就先不给大家讲这个传说了 等到以后有时间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黑龙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道题 暴竹生宗 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图苏 以下列哪个节日有关 一七夕节 二中秋节 三春节 四重阳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把究竟 与哪个下列节日有关呢 诗呢 是文学之本 艺术之根 诗人呢 需要掌握非常成熟的艺术技巧 并且按照一定的阴节韵律才能写成这首诗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春节 相传古时候呢 每到年末的午夜啊 年寿呢 他都会进宫村子 每一个被年寿占领的村子都会遭到残酷的大屠杀 而且这个年寿呢 非常的狡猾 他在杀完所有人之后呢 他怕还会有侥幸逃脱的人 他会先假装离开之后再回来去杀那些已经幸存的人 而且婴儿他也不会放过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年寿 而且我们利用他的两大弱点 一是贴春联 二是放鞭炮 以阻挡年寿的进攻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会有多少人答对 这道题呢 一共有29%的人答对 我国呢 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每个民族呢 庆祝春节的这个形式呢 都各有不同 在古代的时候 蒙古族呢 把春节叫为白节 把正月呢 叫为白月式吉祥 如意的意思 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的第三题 狗用什么器官散热 一舌头 二眼睛 三鼻子 四耳朵 有的科学家认为呢 狗狗是由灰狼驯化而来的 发展至今日呢 被称为人类的朋友 而且到现在呢 已经成为饲养率最高的一个宠物了 狗狗一般的寿命呢 是在十年到二十年左右 那我们来看一下 狗究竟是用什么器官散热呢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是 舌头 狗的皮肤汗线呢 它非常非常的不发达 所以即便是在大热店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呢 它们也不会出汗 但是我们会经常看到 狗伸着这个舌头啊 气喘吁吁 这是狗呢 散体内热量的一种方式 这些体内部分的水分呢 它会通过舌头或者是一些喉面的地方 去散发 它会使狗狗感到非常的舒适和凉爽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会有多少人答对 这道题有26%的人答对 我们在之前的一次节目中曾经说过呢 大家千万不要给狗狗食用哪种食物来着 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狗狗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啊 千万不要给狗狗食用巧克力 而且巧克力的纯度越纯 狗狗中毒的几率也就越大 好 我们接着来看看下一道题 下列哪个选项中的成语与动物有关 一 天马行空 二 空雪来风 三 风卷残云 四 如毛饮雪 成语众人皆说 成之与语故 成语 成语的意思呢非常的精辟 往往也含于字面意义之中 不是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 它结构紧密 一般来说不能随意的变动次序 抽换或增减其中的成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我们的天马行空 在西汉时期 在西域的大满国盛产一种马 说是可以日行千里 汉武帝听了之后 他就派使臣带上金银珠宝去换这种马 但是大满国的国王物寡 不仅杀了使臣 而且还侵吞了所有的财物 引得汉武帝勃然大怒 汉武帝派李广丽出征去讨伐大满国 最后取得了西极天马三千匹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会有多少人选对呢 这道题一共有33%的人选对 成语一共有5万多条 其中有96%都是四个字格式的 但是肯定也是有特殊的 比如有五十步笑百步 还有罪翁之意不在酒 还有欲速则不达等等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道题 杭州出产的名茶室下列哪个选项 1.铁观音 2.龙井 3.乌龙茶 4.毛峰 我们经常说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杭州人文古籍众多 西湖及其周边 有大量的自然及人文的景观遗迹 具有代表性的 有西湖文化 丝绸文化 还有茶文化 以及流传下列的许多 民间故事传说 都成为了西湖文化的代表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龙井 龙井茶呢 素语色翠 行美 相遇 未纯 惯绝天下 其独特的淡而远 香而轻的 绝世纯采和非凡品质 在众多名茶中 独具一格 惯列中国十大名茶之首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究竟会有多少人选对呢 这道题呢 一共有29%的人选对 龙井茶的采摘呢 有三大特点 一枣 二嫩 三禽 而且茶农常说呢 茶叶啊 它是个石尘草 早采三天 是个宝 十采三天啊 就变成了草 所以由此可见呢 茶叶的采摘石尘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的下一道题 下列哪个选项中是中秋节的日期 一 八月十五 二 九月初九 三 五月初五 四 八月十八 中秋节呢 始于唐朝初年 盛雄于宋朝至明星时呢 已经成为了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传统节日 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秋节呢 它也是一些东亚东南亚 尤其是当地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八月十五 中秋节自古呢 便有祭月 赏月 拜月 吃月饼 赏桂花 饮桂花酒等习俗 流传至今 经久不息 是寄托思念故乡 思念亲人之情 启盼丰收幸福 成为多姿多彩 丰富多彩 弥足 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会有多少人选对 这道题呢 一共有27%的人选对 诶 那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十五的月亮十六元吗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留一个小悬念 等到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来 一一的解答 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的 下一道题 下列 哪个选项不是法国的城市 一 甘纳 二 里昂 三 马赛 四 慕尼黑 我们之前说啊 法国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旅游国 有不少的旅游景点名胜古迹 比如凯旋门 艾弗尔铁塔 相信一车大街 还有卢浮宫等等等等等等 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旅游的国家 那我们看一下吧 在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究竟哪一个不是法国的城市呢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就是我们的慕尼黑 那我说既然慕尼黑他不在法国 那么慕尼黑又在哪里呢 慕尼黑他是位于德国南部奥尔卑斯山北路的伊萨尔河畔 是德国主要的经济文化政治还有体育中心 慕尼黑同时又保留着原巴伐利亚古都王国的不富风景 所以呢 又被认为称为百万人的村庄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会有多少人答对 这道题一共有41%的人答对 如果大家不知道慕尼黑在哪里的话 那么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个啤酒节就叫做慕尼黑啤酒节 慕尼黑啤酒节在由官方举办的时候 一共是庆祝了大概是五天五夜 人们呢在慕尼黑城外的一些大草坪上唱歌跳舞痛饮啤酒 还有观看赛马 从此呢这个活动便流传至今 我们来看一下 再接着看下一道题 按照体型分类下列哪个选项是小型犬 一吸尸犬 二纽芬兰犬 三大胆犬 还有四藏偶 狗狗的鼻子呢大约能辨别出200万种不同的气味 而且它的感知能力非常的强 狗狗对气味的感知能力甚至上升到了分子水平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究竟下列哪个犬是小型犬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 啊哈 就是我们的西施犬 西施犬呢 它的原产地是中国 起源于17世纪 在西藏呢 被饲养在喇嘛庙内作为看门狗 外形呢 接近狮子的西藏犬的拉萨犬呢 一直被认为与狮子犬有一种的联系 西施犬呢 在1908年被带往欧洲 1935年代在英国成立了西施犬的俱乐部 一直到1996年呢 美国承认该品种并予以注册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会有多少人选对 这道题答对的人数 一共有38% 我们看一下 其中有17%的人选择了藏熬 藏熬可以说真的是一个 从神坛上走下来的一个狗 从之前的一千万一只 到现在的免费送都没有人要 已经成为了高原上的一个生态的灾害了 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的最后一题 我们的第九题 环珠哥哥小燕子的亲哥哥是谁 1.肖剑 2.尔康 3.柳青 4.麦尔丹 这个电视剧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少有人会不知道 在20年前可是造成了20万的万人空巷 而且它是暑假 每一个暑假都必重播的一个电视剧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是肖剑 环珠哥哥讲述了紫薇到北京城 与失散多年的夫妻相聚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遇上了女飞贼小燕子 小燕子为他想尽了办法 想让帮助他混入皇宫 但是又在阴差阳错之中 与紫薇互换了身份 从此成为了轻功的环珠哥哥 并且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会有多少人选对 这道题一共有40%的人选对 环珠哥哥于1998年4月28日在台湾中视首播 在10月28日引进内地播出后 便马上创了内地的收视冠军 是中国电视有数据统计后的收视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我们今天一共有103人评分到我们的100欧奖金 其中有三个人评分到了我们的超级奖金 在这里恭喜大家 好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内容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